面看待會怎麼帶來精彩表演呢 我們會非常非常的期待 那現在我們最後的setting之後呢 待會他們登場的時候 別忘了台灣人歡迎外來朋友的熱情 請用力的掌聲和尖叫可以嗎 可以嗎 等一下你還要秀一下你泰國的常才喔 待會要講泰文了嘛 等一下要出來訪問他們啊 聽說有幾位泰國的朋友 待會的中文講到比我們兩個還好 真的嗎 很怕最後說你們就講中文好了 也是用中文訪問就可以了啦 但是我覺得感覺是蠻不錯的 很期待讓很多朋友們想說 不一定有假期可以去泰國 所以台北市的觀傳局呢 我們就把泰國的樂壇帶過來了 其實我覺得蠻棒的是 可以這個一連三天喔 在這個河岸這邊 舉辦一個這麼好的一個音樂祭 然後每天都有一些不一樣的主題 讓你是喜歡不同類型的音樂 都可以在這個時候出來散散步 運動運動啊 遛遛你的老公啊 還有帶帶你的狗啊寵物 昨天是經典之夜 明天是電謠之夜 明天是獨創之夜 對 那因為其實是世界無疆界的啦 不管你唱什麼語言 其實那個身體的律動感都是一樣的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聽一些 你不熟悉的語言 就把它當成是一種異國的情調 搖擺在那種泰國的天空下 即便是我們今天是一起在 在這個台北的街頭 可是我覺得 讓這個台灣跟泰國 可以這樣接軌起來 那待會呢希望每一位呢 感覺就是在曼谷本人 享受那種音樂 今天天氣也非常做美 對